傍晚虞书醒来 屋里是一片昏暗 迷迷糊糊中 听到赵慧在外间小声的同人说话 怎么那个人还没走 哎呀 可不是 夫人 他都等了一个下午了 丑总管怎么劝都劝不住 非要闹着要见咱们姑娘 要不是看着他腿脚不利索 奴婢真想拿着扫把把他撵出去 就怕他磕着碰着 再赖上咱们家 虞书撑着身体坐起来 不敢摸头 只能揉了揉酸痛的脖子 哑着嗓子出声问外面 你们在说什么 谁在外面闹腾啊 水云会找上门来 虞书并不意外 就连他都是澄清的那天早晨 才知道景晨离去的消息 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更别说是水云呢 他没有让人把水云往外干 景晨不告而别 是为了他 于情于理 他都要给水云一个交代 你去告诉他 就说我让他先回去 明天一早再来 虞书让灵儿去劝说 水云先回公主府 今天太晚了 加上他头疼压不住脾气 只怕水云和他闹起来 他若是执意不走 又将他带到西祥的客房 去休息一晚 灵儿把话带到了 水云果真是不肯离开 带着一个婢女 就在客房住下了 一副见不到虞书就死 赖着不走的架势 活像个讨债鬼 灵儿回来学给了虞书听 虞书也是无奈 任凭他去了 一夜过后 虞书的头疼缓解了许多 只是脑门上肿得拳头大的一块 黑红发紫的虞青 十分的骇人 非要戴顶帽子 不然见不了这个人 他起床后就问灵儿 让人给水姑娘送早点了吗 送去了 他不肯吃 一早就吵着要见您呢 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姑娘还没有睡醒呢 谁会帮那个讨债鬼去传话 虞书看着桌子上摆着几样青州小菜和热腾腾的花卷奶嬷嬷 叹了口气说 哎 去请他过来吧 说完就端起碗筷先吃起来 他昨天头晕 犯恶心 晚上没怎么吃东西 这会儿饿得是心慌 赵慧肯定是特别吩咐过厨房 饭桌上竟是一些清淡爽口的吃食 看着就让人有胃口 他刚喝完了一小碗粥 水云就来了 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门前 身后那个侍女倒是有靶子力气 一个人就将他连同笨重的轮椅一起抬过了门槛 让一旁准备帮忙的心儿灵儿都有些傻眼 虞书放下碗筷打亮着水云 他的脸色蜡黄眼全不清 看样子这几天是备受煎熬 连个好觉都不曾睡 这让虞书不禁想起了三天前的自己 对他便多了一些同情 一晚往日对他横眉冷对的态度 心平气和的说道 过来吃点东西 我们再说别的 水云一动不动的看着他 一双红丝丝的眼睛 似是脆了毒 恨不得在他身上刺出几个洞来 虞书见状 不得不拉下脸来吓唬他 客随主便 你别逼着我把你轰出去 水云咬着嘴上的干皮冷哼了一声 让婢女将他推到了桌边 都出去吧 小葵留在外头 虞书一声令下 心儿灵儿都听话的出去了 水云这回不用虞书多说 也将他的婢女赶了出去 屋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我师兄呢 虞书站起来给他盛了一碗粥 又拿了一个花卷 端到了他的面前 吃完 水云抓起花卷 狠狠地朝他的身上丢去 我师兄呢 虞书皱眉 忍住将他的脑袋 按进碗里的冲动 弯腰捡起了花卷 吹了吹 将外边的一层脏皮接掉 掰了一块 放进嘴里嚼巴嚼巴 将剩下的半个墙塞到他的手里 吃完我就告诉你 锦纯的下落 他摁准了他的死血 水云一脸人辱负重地 吃完了从地上捡起来的花卷 又被他逼着喝了一碗粥 脸上总算是有了一点的血色 我师兄呢 水云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 锦纯找他的亲爹去了 你骗我 水云瞪圆了眼睛 根本就不信他的话 云华义子都死了二十年了 锦纯去哪儿找他 去寻死吗 哼 我骗你干什么 云华没死 他还活着 虞书抱着手臂 居高临下着 看着他吃惊的脸孔 锦纯应该告诉过你 我就是破命人吧 那他没有告诉你 有关他命犯嫉妒心 不及时破命 就会害死当年为他保命的那些师门长辈 根本就是龙虎山那帮老道士编出来的谎话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乖乖的听话 做个没有私心的圣人 方便他们摆布 他虽然不清楚龙虎山的道派和朝廷有什么约定 但事到如今 他可以肯定 锦纯所谓的命犯嫉妒心 根本就是他们共同编织的一个谎话 大安霍子与破命人的结合 只是为了孕育天命太古而已 这才是真相 你说谎 世云撑着脖子 冲着虞书大掌 瞪着虞书的眼神 仿佛他是个妖魔 一定是你把师兄逼走了 你既恨我曾经陷害你 又怪我师兄当初与你恩断义绝 所以你不愿意为他破命 就想方设法将他逼走了 余叔摇头失笑 都被我说中了吧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 亏得我师兄心心念念都是你 你却害他不仁不义 我咒你不得好死 水云是恶语恶言 他气狠了 呼吸都急促起来 两只眼珠子微微的朝外突起 很有些害人 余叔冷眼看着他 哼 你真该对着镜子照照 看你现在是个什么嘴脸 我问你 在你心中 景臣就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吗 果真破命一事 威胁到你师门那些长辈的性命存亡 他岂会一走了之 你口口声声说你和景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你应该清楚 他在龙骨山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们有谁在乎过他的想法 一天到晚将恩情道义挂在嘴边 生怕他忘恩负义 好像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受罪 活着就是为了报恩 就是为了拯救天下的苍生 你们有谁拿他当个人看了 世人就会有七情六欲 会哭会笑 会忧会喜 可是景臣从小就被教导着 无喜无悲 忍受着所有人异样的眼光 他小心翼翼的活了十几年 换成是他 不被逼疯 也会变成傻子 他受人蒙蔽了十几年 如今清醒过来 不走 难道还要留下来任人利用吗 虞书冷笑道 哼 要我说 他走得好 走得太好了 离开这无颜瘴气的安邻城 从此无拘无束做个凡人 不然他这辈子真叫白活了 被虞书劈头盖脸 一通的冷嘲热讽 水云忘记了愤怒 突然迷失了 脑中冒出了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让他不要相信虞书的鬼话 另一个却在质问他自己 他真的替师兄想过了吗 他想要辩解 想要戳穿虞书的谎言 却发现他根本没办法反驳虞书的话 他不想相信虞书的鬼话 可他更不相信锦臣是个无情无义之徒 那他为什么要走 水云的气眼全消 想想他过去指责锦臣的那些话 竟无时无刻不是在逼迫他 他慢慢地缩起肩膀 已经是五月天了 他却感到了冷意 那是一阵一阵的心凉 他若虞书说的都是真话 那师兄一定是心灰意冷 才一声不响地就离开了 那他还会回来吗 他不禁问出了声 他不会回来了 水云的鼻子一酸 忽然就落了泪 他吸着鼻子小声地啜泣起起来 越哭越伤心 很快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虞书顿时无语 眼瞅着他要背过气来 不得不出声地叫听 行了啊 哭怎么哭 锦臣又不是去死了 人活得好好的 你晦气不晦气 哼 师兄 他肯定是恨死我了 对呀 他肯定恨你 我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嗯嗯 你这辈子是都见不到他了 水云的哭声突然停止 一双鱼泡眼恶狠狠地看着虞书 我见不到他 你也见不到他 你得意什么 虞书翻起白眼 哎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得意了 我明明是在安慰你 谁用你安慰 这哪里是安慰 根本就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不用就不用吧 虞书有些不耐烦的 你哭够了没有 哭够了就回去吧 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你别再到我这闹了啊 再有下回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水云绷着小脸 强忍住没有再掉眼泪 我师兄平平安安就罢了 要是哪天被我知道你骗了我 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虞书扑哧一声笑了 并没有揭穿他的虚张声势 看在景臣的面子上 他懒得同他计较 来人 送客 安培奎和水云的婢女 一前以后走了进来 水云胡乱的擦了擦脸上的泪痕 让人将他推到门口 回头望了一眼余书 闷声道 师兄临走前留下了一张纸条 说是 你有样东西落在他那里 要我代为归还 你有空就到公主府来取吧 虞书聊下了眼皮 胡一道 什么东西 哼 就是一把破剑 还能是什么好东西 他本来没打算告诉他的 就算是一把破剑 那也是他师兄用过的东西 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了他 不过是因为这是师兄最后托付给他的一件事 他再不情愿也会照着做 才不是因为他在这个坏女人面前心虚 水云走了没了影 虞书这才迟钝的反应过来 他口中的破剑是什么 那是他最早在一扬 从一伙妖道手上得来的上古宝剑 后来赠予了锦臣 他还清楚的记得那柄剑很旧 剑身上布满了绿袖 说不出年代 但有一回他在新家大义馆 偶遇新老院时 问起了那柄古剑 老人家似乎知道他的来历 却不肯吐露 虞书想到这里 好奇心被唤起 当时剑在锦臣那里 他担心怀弊其罪 给锦臣招来获释 就没有再探究下去 现在锦臣又将剑归还于他 他大可以查一查他的来路了 隔天 虞书就到公主府取回了那柄古剑 锦臣不知道用什么皮子 给他做了一把剑鞘 抽出来还是破破旧旧的老样子 拿到剑 他就迫不及待的去找星六 新老太爷经盆洗手了很久 一般不见外人 他偶尔会在星日重光大义馆出没 虞书总不能天天去蹲点 只能另披其境 星六一见到他 就留意到他头上的皮毛 哎 天这么暖和 你戴着什么帽子呀 哼 我不小心颠了一下 磕破了皮儿 戴着遮羞呢 虞书掀起一脚给他看了额头的鱼青 把他吓了一跳 连忙问他是怎么磕的 就被他胡编了一段糊弄过去 星六松了口气 啊 我当你是为了警院士逃婚的事 这儿想不开呢 不是就好 虞书出嫁的那一天 星六就在宋青的队伍里 亲眼目睹了花轿出门 又抬回来的一幕 虽然事后虞书并没有大哭大闹 众人却都以为他是故作坚强 虞书心说 他就是怕人误会 才戴了顶帽子出来 眼下谁见了他额头上的伤 都以为他是寻死呢 真是晦气 哎 我跟你说个正事 我有件事要请教新老院士 你有法子让我去见见他老人家吗 星六听说他想见太爷爷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拍了胸脯保证当 嗯 这回算你找对了人 大爷爷可疼我了 平日里就是祖父要见太爷爷 都得看他老人家心情 我就不一样了 甭管什么时候 我到东来阁玩 太爷爷都没有不见我 下回我去探望他 带上你一起就是了 虞书不放心的又问了一句 那你带着我去 新老院士会不会不高兴 事后再责怪于你呢 哎 才不会呢 太爷爷脾气可好了 上一回呀 我把他的宝贝菩提珠子 掉进了火盆里烧坏了 他都没有冲我发火 我不过是带个朋友去见见他 他有什么不高兴的 虞书有时候真的觉得 像星六这样 没心没肺的也挺好 至少不会起人忧天 干什么都理直气壮的 那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 哎呀 明天不行 星六摆了摆手 有点扭页的 我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呢 我被选上了担任今年 祭祖大典的捧气人 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化真园了 五月初九 乃是圣祖祭日 每年的那一天 都会在黄陵举办祭祖大典 这是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 由斯天坚主持 当中有一个环节 需要六名少男少女 作为捧气人 供奉开国六气 这是一项殊荣 去年的祭祖大典 虞书就是领头的捧气人 何况去年正是三年一次的 大研士新生入院 他就成了最受瞩目的那一个 虞书不由的替他高兴 这是好事啊 那我就等你从化真园回来吧 嗯 好什么好 你都不知道 今年选上的都是些什么人 连我在内 全是仰仗的家事入选的 没有一个顶事的 像是那个文绍安 他不是跟着你进了斯天坚吗 又是去年的一榜三甲 原本他也入选了 有三位院士举荐他呢 谁知道最后 莫名其妙就被剃除了名额 连个说法都没有 就被一个不学无数的世家子弟 给顶替了 书院里好些人都在背后说闲话 嘲笑我们呢 我倒宁愿自己没有被选上 好过丢人现眼 虞书是微微的皱眉 心想太史书院越发不像话了 文绍安倒是没有和他提到过此事 大概是怕给他添麻烦 经六还在抱怨不停 今年又有两位院士告老了 新来的院士就会摆架子 教的都是些沉枝满烂骨子 个个藏私 一点真本事都不舍得拿出来 书院里到处都是拉帮结伙 没多少人一心向学 哎 上个月还有个女院生遭人排挤 不堪受辱主动退学了 气得司马院士狠狠地罚了那几个挑事的 结果却不了了之 哎 害得我一天都不想到学里去了 不如早点嫁人得了 虞书听到前半段听着唏嘘 到了他最后一句便忍俊不尽 戳着他的额头道 哼 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吧 新六惊觉 他竟顺嘴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羞得捧住脸 哎呀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他和古琪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 有湘王妃作宝 两家长辈交换了儿女的深沉拔字 再接下来就是去昆林局申请关婚文书 有余书在 这就是一桩小事